图妖节其实就相当于印度人的新年 马来西亚医保之会的慈禧志工 就邀请了印度裔的照顾户一同来庆祝 也同时献上了祝福 热锅上煮着印度人在爱的咖喱 另一头香妓志工还忙着准备酥饼 像煮人可以用来盛饭几次 也可以好像小吃这样也可能 迎接图妖节 马来西亚医保慈禧志工总动员 要和印度裔照顾户一起欢度佳节 在印度人的习俗里 图妖节就像华人的过年一样 今年慈禧医保之会首度举办照顾户发放 志工要让大家有回家的感觉 因此每个细节都站在照顾户的角度考量 他们的文化是用手 今天我们本来直接是用筷子 但是我们也尊重它 我们用茶跟汤匙 所以也是互相的尊重 好像手语的呈现 然后上人的开示 我们也是寻找的是挖来版本的 这样方便他们可以更加清楚的知道和了解 志工的付出就向光明道来 告别黑暗 这正是图妖节的意义 这份祝福也让照顾户们 在一年的开始就出乱欺负 大家新闻 这是美志工 马来西亚医保报导 谢谢大家